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另一只也给它缝好 我们一定要对比好 对比好这个鼻子在中间的位置 不要等一下缝好的时候歪了 再拆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这一只 这个牛角这个弧度是在这边的 都要朝里边的 然后我们再找同样的位置 找相同的位置 找相同的位置再给它缝一下 这样缝在这个地方 缝在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我们对比着自己的 对比着自己的来缝 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也给它缝好就行 现在我已经把这边这只脚也给它缝好了 缝好之后呢 我又把这边的耳朵给缝上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右边耳朵的缝法 我们拿出我们的 另外这个耳朵 然后也是给它穿上缝合针 穿上缝合针之后 我们找出来 两边的耳朵就是贴着这个脚的 贴着这个脚 然后稍微斜一点 看一下 看一下 在这边这个脚稍微斜一点的位置 就是缝的 主要是缝的两边是一样的 缝的这个两边 两边给它缝一样的 然后这边就是靠着这个脚 给它这边缝过来 缝过来 然后我们从下面这个耳朵 这里给它穿过去 拿着不太好 不太顺手 就是靠着这个耳朵的侧边缝一下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这边 给它 往下缝 我们可以缝它稍微斜一点 稍微斜一点 然后让它朝前一点 主要就是 一开始 左边的耳朵好缝 因为那个最后要缝右边的笔 肯定是要缝的两边一模一样 我们缝好的之后 我们这 这个小牛耳朵 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固定着这个位置 固定着这个位置 手捏着 然后在边上 把它前面缝一些 缝几针 后面缝几针 把它固定好就可以了 这个不太好缝 因为比较厚 我们从后面 好 这里 然后 然后我们再从上面 往下 这张毛啊 往下 然后 再 就是先靠着 先靠着前面这个边缘上下缝 缝完之后 再靠着后面的边缘上下缝 缝好之后 这个帽子就给它固定好了 这个 这个小牛的耳朵就给它固定好了 最主要就是两边要保持一致 我这个其实我感觉我都没有缝的 没有缝好 缝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啊 从这个侧面 从侧面这里给它过度过来 然后拉到后面来 拉到后面来呢 我们就从这上面穿 从这个侧边上穿啊 从这个侧边上穿 穿完 然后 缝下来 好 缝好 缝好之后再到前面来 给它缝好 给它缝好 缝好 缝好 缝好之后再到前面来 给它缝好 好 再缝 然后我们到这边来 最后再给它固定一针 再给它固定一针 好 固定好之后 这个帽子就缝好了 这个像牛的耳朵 这里就缝好了 看一下 好 这个帽子 这个像牛耳朵就缝好了 缝好之后 我们把这边啊 自己把线头给它藏一下 线头 线头藏 藏一下 可以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到时候 给它断线也行 自己 把它藏长一点啊 线头到时候 给它藏的长一点 这样就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跑出来 再给它 过度到上面来吧 过度到上面来 然后 好 给它 穿一针 穿一针之后 再给它藏上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针目 小牛的耳朵给它 藏在这个针目里面 然后 这样就弄好了 弄好之后 断线就可以了 这样 这个小牛的帽子 帽子就给它缝好了 小鞋子的教程也出了啊 大家到时候有不会的 可以单独问问 好 这样 那我这个 看一下 这个小牛帽子就完成了 这种小牛帽子就完成了